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各位同志朋友 大家早我是仲哥 今天是2月13号早上10点 那同的朋友你们发现 摄影棚好像不太一样了 我们来砸重金更新的摄影棚 希望能让大家画面看起来舒服一点 那这边我们回头来追踪一下这个行情 昨天联储会费的主席发表了一段谈话 他这边打算继续实施QE 继续实施QE那资金宽松之下 激励这美股NASDA在创一个波段新高 那在先前我们是怎么跟大家讲的 在景气逐渐呈现复苏的情况之下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各家市场的投资机构开始纷纷上修 逐渐上修这美股企业的获利 那这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即便美股没有跌化 他这边股价也有机会形成一个软着陆 而达到修正的效果 因为我们都知道本益比呢 是股价除以美股盈余 那如果分子都没动 那分母的不断的往上跌高 那本益比下降 就会达到一个软着的情形 同时这边资金宽松 资金party这边看起来还没有结束 我们可以看到这肺的主席 是继续把QE 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这个行情或许会修正 但是不至于崩盘 那你反而要趁着武汉肺炎 这样的突然突如其来的利空 把握这个机会 因为非经济因素下跌 往往是一个好的买点 有没有 还记得这句话吗 我们一直跟大家讲 这边飞行 非经济的恐慌 终将会结束 好的股票会出现难得 第一接二机会 好股票打下来 这边呢 你才有超额报酬利润 那你可以看到加权指数呢 已经开始逐步 逐步来到万二的行情了 重回万二 那这边众哥跟你讲了 是不是如所言不假 如果你有相信众哥的 有把众哥的话听进去 那这段反弹上来到万二 反弹了七八百点 这段行情 你就有机会赚到 就有机会把这个超额报酬 放进口袋 那说到资金宽松呢 这边呢 我们还是要来跟大家提到 这个新台币的汇率走势 众哥来露营的时候呢 这边新台币呢 是升破二字头 重回二字头大关 那同样你可以发现 目前呢又来到了二十九这边 那资金party继续Q下去 那热钱呢 最后没地方去 他呢还是会跑到风险性资产 所以台湾加权指数 目前的殖利率 在全球股市呢 是排名前段班的 所以热钱持续涌入 涌入的情况之下 那你这边 就不要再过度预设任何立场了 前面超额报酬 你没有赚到 没关系 但是接下来这边资金行资金之下 个股呢 会轮流 轮流的表现 轮转的格局中 你一定要把握这样的机会 那自动哥先前也有曾经跟大家提到 只要新台并没有出现 连续性重贬的话 那代表是什么 盘呢 会维持着一个强势的格局 所以我们这边再来追踪一下 这个台湾的加权指数 有没有看到 这第一段的话 自动哥都没有把它拿开过 这边过往的经验 非经济运数的下跌 往往是一个好的买点 好五票会出现一个难得第一季的机会 自动哥从武汉肺炎一发生之后 就每天跟大家讲这句话 你一定要把握这样的机会 你才有机会 赚取到这个超额报酬 那你可以看到很多股票 这边反弹上来 已经有10% 甚至到20% 甚至到30% 不等这样的机会 那如果你有把这个听进去的话 那你相信这边呢 你都是暗爽在心里 那这边盘或或许会开始一个 进入一个震荡 但是无碍我们的多方选股 那为什么说盘呢 会进入一个震荡 你可以看到 这边反弹上来呢 已经开始呢 面临到一个均线的板压 均线的板压 加上前波起场区的 这边套牢板压 会让行情呢 这边开始进入一个震荡 但是这种哥认为这样就够了 这震荡或许不会太大 因为呢 我们目前看到量缩嘛 那量缩先前 我们跟大家提到 量缩行情呢 就不会跌到哪边去 这边量缩整理呢 来把均线呢 给拉平 均线拉平之后 然后这边重启另外一个多头的走势 但是这边呢 从量缩整理过程中 投票还是要密切去留意一下成交量 因为呢 这边量缩行情打下来的时候 我们希望他能量缩 但是这边整理结束之后 这种哥希望他能量增 量增的行情呢 才有机会走得远 那刚刚我们提到 盘在这边震荡的过程中 我们觉得这样就够了 因为有利于我们的多方选股 但是多方选股要选哪些 这边可不是所有股票都会一起涨 这边你还是要集中在缺货涨价概念 加上一月营收大成长的个股 那如果你买到股票 刚好符合这两点的话 哇 那不得了了 中哥这边要恭喜你 买到了一个大标股 就好像我们先前跟大家介绍的 3374的精彩 是不是刚好符合这两个条件 一月营收大成长 在CIS大缺货 然后股价就是这样 一飞从天 已经创波段新高了 3374的精彩 等一下我们再帮大家追踪 中哥想要先帮大家追踪一下被动元件 刚刚我们有提到 这个 我们有提到说 这个盘呢 或许会在这边做个震荡 那在震荡的过程中 中哥也会开始 选择了 把我们的超额报酬 放进口袋 在这边利空 你有跟着中哥进场了 那这边 你可以选择 适时的获利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被动元件今天反弹上来 已经呢 遇到了这前波的反下去 来到了上轨 来到上轨 我们就选择呢 先把它获利一趟 那这边呢 去来回去做操作 来回操作 然后接近到中轨这边 也就是月线所在位置 我们呢 再把它买进来 所以今天趁着这个 呃 被动元件传出利多 我们选择 把这些被动元件 适时的获利了解 包括2456奇连星 或者是我们 一直跟大家追踪的 这个2327的国具 我们这边呢 都适时的把它获利一半 然后呢 把超额报酬 放进口袋 那中哥会会 会这样做 其实是有他用意的 因为盘在这边震荡 那个股也会去做震荡 尤其是已经反弹到 这个前波的反下去 我们适时把它 适时把它去获利一些 那将来回操作的话 实际上我们将获利 会赚得更多 更为惊人 那这过去呢 相信朋友们都有印象 这种跟每个月 都有获利攻三成的标的 那但是这个月二月呢 这种哥会选择 将来回去做操作 来回做会赚更多 有可能会让我们赚超过三成 赚四成 赚五成 甚至赚一倍 都有可能 因为行情接下来 就是走一个震荡的格局 那在过去呢 我们这个1256鲜活果汁 或者是呢 这个6568宏观 或是6683的雍智哥 甚至3034的联勇 或者是645夜讯星 6612奈米一财 或是呢 记忆体大行情 326年的威刚 这边呢 都是让我们呢 获利呢 攻三成 不断的攻三成 又攻三成 但是这一次 你可不是抱着 就可以赚到三成 这次你要开始来回去架差做操作 来回架差操作 接近上轨的时候 这边呢 你先互利卖一趟 那打到中轨 打到下轨的时候 这边你反而要勇敢的去做买进 因为大盘 目前就是在走一个量缩震荡的格局 那如果这边你不懂的掌握即使买卖点的话 这边欢迎大家跟上我们的脚步 这边一位营收成长股呢 哪些会特别会飙的 我们都已经帮大家选出来了 还记得这边刚刚提到了吗 这边可不是所有股票都会涨 这边你要集中在一些有特殊题材的 特殊题材搭上这个营收 然后呢 这边搭配这个第一季季报 有一个如梦行情 有一个做梦的空间 这样个股会特别容易涨 那我们昨天也有切进一档股票 盘中呢 差一档呢 就涨停板了 那今天呢是持续上涨3% 持续创波段新高 所以这样的机会呢 欢迎各位投资朋友 赶快呢 影片下方的表单连结呢 填写表单 跟上我们的即时买卖操作的脚步 因为这样来回做呢 会让你赚更多 那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 这个机体大量起 我们的威刚 我们威刚这边的波段获利呢 已经超过40%了 将近50%了 那在这边呢 威刚这边呢 也遇到这个前波的这个 这个反压区 会开始进入一个震荡 那在震荡的过程中 我们呢 成本已经拉开这么多了 我们就让它去震了 让它去震了 因为我们跟大家讲 记忆体有涨升三部群嘛 第一个报价回升 再营收成长 再是低价库存题材 所以记忆体呢 这边中认为还没有走完 你可以看到 昨天美光是大涨 创了一个波段新高 所以记忆体这边震荡过后 就会有机会呢 再走一波 那震荡的过程中 你要如何切入 那我们就回到 我们刚才提到了 上轨中轨下轨 你可以呢 按照这个上中下呢 来去决定你的进场 进场时间点 那如果你不懂得掌握的话 那智忠哥还是那句话 欢迎大家跟上我们 获利攻三层的脚步 那提到我们刚刚有提到 这个3374的精彩嘛 你可以看到 这边呢 打到这边 是不是有创造出 一个超额报酬的利润 那这边反弹上来呢 我们呢也是选择呢 先获利办 把这超额报酬放进口袋 那剩下部位呢 智忠哥会选择 参加今天的法说行情 那这先节 我们跟大家提到 1月营收 表现这么亮眼的情况之下 预期法说会不会太差 那法说会之后呢 这走势呢 我们再根据当下盘面 来去做我们的 进出调整 那智忠哥这边就是 选择把超额报酬放进口袋 有进有出 那我们将获利无形中 就一直庞大去做累积 当然行情不可能一直往上涨 这大家都知道 那如果来到一个压力去的时候 我们适时的把它获利了解 那打到中国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买进 这样的操作 如果可以让你赚更 让你赚超过三成 那你赚四成 那你赚五成 这样的机会 你要不要好好把握呢 好比说我们跟大家提到 这一档心情好家个股 那在先前我们一起跟大家提到 那智忠哥在先前是 是在哪个位置跟大家讲的 智忠哥在先前位置是 还没有起涨的 还没有起涨位置 我们就送资料给大家 相信大家有拿到资料 都能跟上我们 赚这一档脚步 当初我们是怎么跟大家分享呢 这边A轨道已经慢慢打开了 然后突破这个区间反压 那这种形态是智忠哥最爱的 所以目前只要轨道 他持续沿着轨道在做上升的话 我们这边持股就是会 持续把它抱着 抱着这边开始遇到反压去之后 我们就把它卖掉 然后卖掉之后 接近中轨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买回来 这样来回去做操作 可以让你赚超过三成 赚超过四成 目前我们这档心情好家个股 无形中这边也已经创造10%的获利 10%一根涨停板 这边慢慢涨慢慢涨 无形中把股价越垫越高 所以接下来行情 一定要特别留意 因为盘在震荡 可不是说你抱着股票 一路抱就可以让你赚到三成 这边你要需要透过一些 透过一些技术分析的一些压力区 跟支撑区 来去做来回操作 将来回操作 可以让你赚更多 那我们还是回过台 看一下刚刚的焦点 我们跟大家讲 选股呢 你还是要集中在缺货涨价概念 再来是1月营收成长股 1月营收成长股 这边呢 往往会是市场上资金追逐焦点 我们跟大家提到 这资金行情呢 这边呢 会去追逐这些 有机会做梦的一些个股 那做梦个股 如果又有基本面去加持的话 那相信 这绝对是市场上会去追逐的一个重点 那1月营收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你要知道 1月营收是个农历长假 今年的农历是在1月 那去年的农历是在哪个月份 是在2月份 所以去年的1月是相对比较高基期的 那在农历长假 又有一个高基期因素 又有个武汉肺炎 那他这样1月营收 还能创下这个历史新高了 这代表的是 我们要好好去留意一下他后续的发展 这被突破压力区 然后这边就你要好好去留意一下突破反压区的一个切入时间点 那这些相关个股呢 这种哥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欢迎大家跟上我们 有没有还有什么个股 会像昨天一样 我们一切入 然后插一档就涨停板了个股 绝对是有的 这种哥这边等待突破反压区之后 然后带大家进场去做切入 然后来回去操作 赚更多 赚超过三成 赚超过四成 甚至赚五成 这样的机会 你要不要好好把握呢 影片下方都有相关的表单连结 欢迎大家跟上我们的脚步 天息表单 有专人的立刻为你服务 天息表单 有专人立刻为你服务 然后跟上我们即时买卖的脚步 那也请大家持续锁定 这种哥的FB 古籍小儿子 或是Lite 股动人生 中文字上面呢 会有些即时的多空讯息呢 跟大家做分享 看影片慢了点 那加入清楚了 是最快最即时了 欢迎大家加入 那我们下期见咯 谢谢拜拜